今天所有事情都在瑞士沙克那裡辦的 現在就要坐Ober去一個Appointment 到時再拍些東西給大家看吧 Hey 大家好 我現在已經辦好了我的第一件事情 現在就來了附近的一間咖啡店喝咖啡提神 在加拿大去的餐館一般來說 信心比較好些 為什麼呢?因為政府衛生部門經常去查他們 你看到每間餐館門口都有一個牌寫著 綠牌、黃牌、紅牌 綠牌就可以了 黃牌就是有些問題要去改 紅牌就是要釘改 今天看那個報告說 瑞士沙克是一間很流行的外國人的酒吧 因為他們的餐廳也被封了 因為他們的衛生局查了很多次 警告過很多次 但是他們照樣改得不夠標準 所以終於就釘牌 不知道會不會讓他們重新再開過 讓他們全部整好所有的規矩 再來驗過 或者是從此就要去關門 就不知道了 通常一般來說 我想是不是行牌 我不知道 我不是做餐館 是不是你照樣的意思 譬如廚房不乾淨 重新裝修了它 或者那些冷藏櫃不夠好 要換過曬夠冷的 那你再叫他們去研究 應該就可以復牌了 除非是很嚴重到不得了 有人傷亡事件 或者會封你牌 所以大家出去吃東西 記得要小心 如果你發現菜式有些味道 或者不乾淨 那你就真的不好吃了 當然有很多菌 你是問不到的 有些人經常說 我剛剛問了沒有什麼事 或者眼見都沒有什麼事 不是的 那些菌是看無聲無味的 所以大家要記住 太久的食物 送菜千萬不要吃 隔夜送菜盡量不要吃 那小心 因為病從口入窩從口出 那寧願做的時候 做剛剛好 夠你自己吃的份量 現在一聽到地震都害怕了 因為前幾段 台灣突然間有七級地震 有九個人傷了很多人 不是有九個人過了身 很多人受傷 很多建築 全部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壞 笑片又看到一間 花蓮那裡的大廈 都整個輕斜了 嘩 真的很害怕很害怕 我以前在台灣做過兩年 一次都沒有試過有地震 前幾段時間看新聞 在紐約和菲律多菲爾 在廢城附近的地下 那個地震 但是那一頭突然間有這些活動 搞到在東北部 那些美國 整天有百萬人的居民 會輕微感覺到這些地震 我想起都很害怕 我也不知道 美國都有地震 但是呢 加拿大有地震的 如果你有看過 很久以前有一個episode 就說起地震 就是說溫哥華 加拿大溫哥華 這些施省 就在整地帶震的範圍裡面 根據很多科學家說 隨時有條件 已經成熟了可以有地震 所以都很害怕的 而且是很大 它的地震就好過引起海嘯 因為它在整地震帶那裡 如果你有看過那個episode的話 或者你會聽過 不過告訴大家 安大樂省反而就好一些 就好一些地震帶 好像沒有天 但是好像有一年 我試過有少少地震的移動 很輕微的 但是成不了大事的 如果大家想著移民來加拿大的話 我覺得最好就來多倫多 Ontario Mrsaka 或者你是喜歡香港式生活的 去馬韓 Udinfield Richmond Hill 以及Scarbord 一來多倫多是金融中心 商業中心 大學中心 附近的所有城市 甚至在Ontario都是輕工業 重工業的製造中心 所以找工作是很容易的 尤其是你不是想著很尷尖的 要求很高的騎牛運馬 你一定找到工作的 尤其是你在服務性行業做 我來加拿大幾十年 我從來沒聽過 有一個香港來的移民 來到這裏 找不到工作 餓死 或者很不行 有一個提示 Vancroover當然好 Vancroover天氣好 回香港又近 坐飛機好像十一個多 十三小時 我忘記了 而且近海有山有海 很美的風景 可以吃到很新鮮的海鮮 環境很美 一月睡了開花 我在溫哥華做過一年 不過幸好我去的時候 從來都沒試過天天下雨 最多是偶然下雨 下午五點幾六點鐘下雨 一點都不會影響到的 多好多好 但是我不習慣找江華女 因為太過寧靜太過美 沒有鬥志 所以我後來都決定 我來回多倫多 講起剛才那間 About and Grow 被擲牌 另外一間在Missusaka 麵包店 叫做Rose Bakery 又是被Pill Region 的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查到要擲紅牌 由現在開始到 Abruary 15號 不給開業 那樣是給她的機會 重新整理 改進了照觸的規矩 通常一般來說 就是體力 或者環境不乾淨 一般來說很少說環境不乾淨 每間都很乾淨 或者雪櫃太小 不夠放到食物和冷藏食品的材料 而且她不夠足夠的 除妨櫃檔面積 就是分開熟食的東西 在這個地方做生的東西 在這個地方擺 做好的情況 做好的東西 譬如蛋糕麵包 在這個地方擺 要分得很清楚 說她不夠地方擺 很容易混在一起 或者她不小心 剛好被警察官看到 或者查到 這樣會對人的身體很大影響 因為那些熟的食物 和不熟的食物 混在一起 會有綠細菌 互相交染 當然這間是Bakery Shop 肯定沒有很熟的食物 但是說不定 焗好的蛋糕 和未焗好的蛋糕的材料 不夠地方放放 譬如你發展粉的時候 那個room temperature 和那地方的環境是不對的 很多很多原因 她不會說 因為一件事來封你牌 最多是給王牌叫你改 但是封你牌 一定是有很多問題 但是因為我沒有詳細看過那個東西 沒有辦法逐條逐條告訴大家 但是她們都很好的 給她15天時間 全部改進 改進回門 給她開門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大部分的餐廳 不會說髒的 除非極少數的 很難說 有個歧視的就是 某些族類的人 或者是比較不留意 還有沒有太多的衛生的常識 或者她們癡大 肺態麻煩 阻礙了 好像說 要用太多的錢去重新整理 所以她們沒有管 大家小心小心 好像吃東西一定要衛生很重要 味道、新鮮、服務和環境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你們可以自己上網去 你住的地區的衛生部門 看看哪間餐廳、酒樓、飯店、酒店 酒店 剛剛發了黃牌 或者紅牌 那你就注意 盡量不要去 前幾段時間 有看過我一個 一集說 在多倫多 在巴基斯坦里的航班裏面 有一個空中小姐不見了 都整個很久以前的事 怎知道前幾段時間 看新聞 她被人捉了 被加拿大有關部門 原來發現她收藏了很多不同的護照 不同的名字 而且她經常帶些維禁品進來 或者你做學校小姐 很方便帶些東西來 從一些海關熟了 或者那些人知道了情況 或者有時候你每天見 那些人就說了說了 就比較方便 好過普通一般人 是嗎 不過我真的明白這個 這個 航空小姐 為何會這麼大膽 明明進來 還突然間自己 不見了 有些原因 但是終於被人捉到 所以在現在這個世界 科技這麼進步的世界 千萬不要做壞事 你看看 這樣都被人捉了出來 還發現可以用很多假的護照 就是這個世界 什麼人都有 在加拿大 伊斯省 Cannulla 我不懂得說英文名字 我以前去過的 那裏面有一位七十多歲的長者 他就被當地的市政局趕了出去 他的家 因為為什麼呢 他的家 這房子呢 違規建設了很多東西 潛添了 而且是非常之危險的 是不適合人家住的 但是呢 政府部門通知了他 很多次 很多次 被很多告票去 一陣水管打官司 打了百年公司 終於呢 就拿到 permission 現在呢 就把他整間屋 要拆掉 就是 變為平地 那那個 伯伯呢 就很激烈 很生氣 他現在呢 回不了自己的家 因為全部被 藍色的圍牆圍住了 如果他一進去的話 立刻呢 就要抓他去 坐牢 他說他現在又沒有地方洗澡 又沒有地方放黑食物 那他裡面自己呢 有成五千多磅的肉呢 冷藏在這裡 又不動 又不靜 那他就說呢 他就說呢 他就好像黑社會那樣 他就說高壓政策 其實呢 很難說的 因為呢 政府已經通知了你 很多很多次 叫你改給時間 你改給時間 你整 那還 還給了時間 你打官司 你應該知道 你自己應該 改了去 是不是 但是 或者死由一邊頸 或者不信 這間是我的屋 我就有權 做這件事 不是的 加拿大呢 不像說 在國內 有什麼問題 給點錢 找些有關係的人士 疏通一下 就變成立刻沒有問題 有問題 變成什麼問題 加拿大沒有可能的事 你一旦被人發現了 很嚴重的 尤其是居住環境 或者食物的環境 所以大家如果呢 要改Basement 要改房間的結構 之外 之外 一定要找一個 有政府牌照的裝修師 而且他一定要給你看 他幫你 申請了 他有權去幫你 改裝修一個 license 因為很多是非法的 有很多 華人 資源 或者是省便宜 就找一些沒有 license 或者是沒有照足規矩的人 來幫他做 當然是省很多錢 但是呢 如果被政府發現到的話 很大麻煩 不但自由官司 分分鐘要你重新拆掉 再整個 因小失敗 不過是告訴大家 因為有很多人 或者未必知道 總之 萬事小心點 不懂就去問 或者去政府部門那裏查詢 記住 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肝棍教仔便宜 沒貪 這個世界上任何一樣東西 沒有 好像香港人說 哪裏有這麼大的 夾蠟齒街跳 是不是 所以小心小心 好了 我現在都差不多喝到七七八八 這杯咖啡呢 只是喝了百分之四十 因為雖然 好像剛才說 有些背 其實不是很累 說不定我昨天睡得也不錯 所以 沒有前幾天 這麼晚睡 這麼累 希望大家 希望我今天和你們聊天 喝咖啡的時間 祝大家身體健康 記住 如果可以的話 給個like 分享給你朋友看 要靠你分享和介紹給其他你的朋友 親戚 才會多人看我這個頻道 是不是 雖然 現在很幸運 很託賴大家支持 有四萬多的 四萬七千的訂閱 但是呢 我用了很多年時間來的了 和其他有些人 一上個網 一上個video 馬上十萬八萬千萬 比起來真是殘虧 殘虧得很厲害 但是不要緊 人和人比死人 人比人比死人 千萬不要掌怕人 自棄滅自己威風 儘量做自己的事 做自己開心的事 做到好為止 跟大家說一些 有真實性 有益性 有建設性 不會浪費你時間去看 去看 去聽 如果有見到有廣告 記住看 如果你不看的話 就去廁所 或者去喝杯水 有問題 留言 一定回覆給你的 下次見 祝你們身體健康 拜拜